時間是10月5日 凌晨2點18分 今天發生很多事 遍地開花,十八區開花 但預料都是 其實星期五六日 這三天都會有遊行示威 全港都會進入戒嚴狀態 這個都肯定的 明天都會有一輪 因為他的緊急法實在太過惡痕 他立了之後 任他沒有 據說有些人說 跟區議會有關 順便取消區議會 但區議會坦白說 我自己也不在乎 因為區議會本身的影響力很低 甚至立法會也很低 甚至法院的能力也很低 剛剛有人施法覆核 施法下禁制令 上法院 打算禁制這個蒙面法 出來的 無法禁制 失敗了 還有施法覆核 離了一大堆 泛民議員 排隊就告上法庭 當然這個法庭也是很廢 所以網上都說 法院有沒有用呢 據說法院只能夠 要到終審法院才稍微有用 但到終審法院那條路 是很遠的 司法覆核表要搞很久才到終審法院 情況就是這樣 重點就是 我自己看整個局 其實我沒有覺得有什麼人被捕 我相信有人被捕 但應該不是那麼多 感覺不是那麼多 最新就是 就是 柴灣那邊有大量的蟲籠 好混亂 總之道道都打仗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今天整個局勢 就是區區都有 有事發生的 基本上現在有個默契 就是 大家9點就去附近 自己的商場 看一看 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大致上是這樣的 就是有的 有的 就叫口號 沒有就自己回家 就是這樣的 因為基本上現在那個Pattern 都蠻Random 目的就是 擾亂敵方的 訊息 因為以前 以前的遊行示威 太過斯文了 即是告訴你 我哪天哪天哪月 幾點鐘遊行 警方就有了部署 想好整個局 怎樣遊報你 那次金鐘就是 寫起那個位置 寫起那個 政府總部的位置 因為他想好了 神祖已經遊報你了 好了你現在就遊報不了 連我們的普通人 都不肯知的時間 純粹就是街坊式 總之時間就下去看看 看看你怎麼守 或者有事或者沒有事 那麼多區 是吧 那些人 那些孩子很聰明 看到你重防 又不出招 看到你沒有防 就出招 所以 軟至香港 香港仔 今天 元朗一大堆 屯門又一大堆事發生 葵聰 遍地開花 旺角太子 觀塘 然後好像現在 將軍澳 一大堆柴灣 數得出的區 都差不多有份 有些事發生的 有幾個位置是沒有的 例如九龍城 這些位置 沒有人搞的 黃文田 沒有人搞的 九龍堂也是 黃大仙是必定的 必定有事發生的 今天有兩個學生中的槍 一個是 在元朗 一個是黃大仙 黃大仙那個 我看到他的傷口 是近深口的位置 而這個 元朗那個年輕人 打中大腿 那個是嚴重的 也希望那兩個年輕人 沒事 跟人持有天相 但如果你說長遠來說 真是不出奇的 搞出人命是不出奇的 你這樣射法 我想 往後 明天就會清楚 那兩個學生有沒有事 我不知道他今天 拘捕了多少人 我想 因為他被拘捕的人數應該不多 可能三、四十人都有 那就不知道 就一定不過百 不過百個 感覺上 因為他今次 示威者很聰明 總之 擺完路障就走了 玩了一點陣地戰 玩完就走了 你看到 很聰明 色彈游擊 這樣 希望保持著 你說長遠來說 保持著 不要說 每次玩陣地 玩陣地 他現在可以拔窗 話說 元朗那一宗 有少少 detail 那個位 話說 應該是休班警 他有一支曲尺 他那輛車 應該是 被擋住了 被擋住了 停車 跟示威者爭吵 那些示威者 聞到警察 就圍咎 開槍射人 你開槍射人 示威者就回撤 撕了 打到他 有些網友 傳一條片給我看 有兩條 火魔法 還擊 燒咎警察 看完之後 當堂你 相當之 那種 好像大快人心的感覺 第一次燒是 說他被人圍 圍著撕鳥 打他 打完之後 人們四散 一個火魔法 燒到他跳舞 跳舞 他的曲尺 可能 灑了一點點火 熱得太熱 把槍扔在地上 把槍扔在地上 爆開了 然後 分開了 一個 彈夾 一支槍 彈夾當然不重要 最重要是一支槍 後來 市民見到 就踢他的槍 甚至想拿起 後來 被 邱班警撞開 拿回槍 拿回槍 然後 這傢伙被人打到 惡惡惡惡 站在那裏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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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知道 元朗那班警察 出名是甚麼 遲到 你站在那個 HIGHWAY 等39分鐘 他就會來了 這樣還打電話 真是暗咬 黑警 還相信自己的 同胞會來 真是暗咬 還要元朗的警察 出名遲到的 所以他們的警察 很難按咬 自己出事 當然是先跑了 還在這裡按咬咬 打電話報警 是不是 那個景象很好笑 然後 打電話 叫人救他 這個時候 火魔法師 又出火球術 一旦扔下去 又燒到他 糟糕 燒到他 叫救命 應該走了 西鐵方向 不知道是甚麼方向 總之 我這樣看那個影片 應該好像是大馬路的位置 旁邊有輕鐵 相當之大快人心 但問題是他事實上 是開了窗 希望 三個小孩沒事 加上 之前 曾志健小朋友 因為中學生也沒事 有事的話 你這三個 都會有時間煩 現在你看到 根本就是一個 慣性 他開真槍是慣性 往後都會的 總有一匹 會打死人 成為一個世仇 坦白說 現在都世仇 只會更加討厭 還有 令到 民意 就會傾向示威者 所以基本上 林鄭月娥根本就無心解決問題 不斷火上加油 那些警察也是 我真的懷疑他們 有心想搞獨立 迫香港人獨立 事實上現在都在走這條路 所以 今天 很多區的 遊行 示威 陣地戰 那些人 都宣讀 香港的 臨時 政府 那些 條款 大大聲 在螢幕面前 宣佈 成立 臨時政府 當然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 一個臨時政府 孫讀了 我覺得是好的 開頭 我先讀了 看看怎麼組 用這個月 或者這半年 怎麼組 臨時政府出來 可能要整個 有些人開玩笑的說 你整個 臨時政府的總統 找梁天琦去做 然後 再選 總統出來 香港人的創意 是無限的 香港人的創意 是無限的 而且 已經自動式升級了 開始成立 臨時政府 已經玩到這一步了 臨時政府 就獨立了 更快一點 不用人承認 香港人 自己說獨立是獨立 自缺 不用等外國支援 外國支援都慢了一步 直接自己宣佈 這個 也是一個頗聰明的方法 有些人就說 法院仍然有他的作用 就不要搞他了 看看法院幫不幫到香港人 就是這樣 我這個看 染紅了 可能是七三比例 七成 法官是紅官 親共的 建制的 三成 可能是 正常一點 基本上 就是那些議事 審案是看彩數 找到一個好法官 就無趣釋放 找到一個弱智法官 就有時間煩 有些人就說 國區一起宣佈 成立臨時政府 連登有個很詳細的香港臨時政府的宣言 讀一句 人人身而平等 天上 富裕 全人類 某此不可 剝奪之權 包含 生命權 自由權 尊嚴 尊嚴權 權力及追求幸福之權 政府如破壞 以以上原則 則人民有絕對之權力的推翻及建立 然後他有很多的 有六七條 又廢除 解散立法會 香港法律 香港法律 各條 民法律 暫予以保留 直至香港臨時政府 頒布新法律 叫強國幫拖 叫強國幫拖 說臨時政府 將來會付出一筆錢 向人買一些軍隊 或者一些物資 這些都是很聰明的做法 基本上是直接搞獨立 基本上是 即是獨立沒有分別 不知了 警察 按鈎 踩到醫院 拍到 暴龍 暴龍 粗龍 是不是 接著他說 我沒有射過 有人中彈嗎 我沒有射過 死無對證 他這樣 現在拍到他的醫院 反而還害怕 代表傷者 可能也挺嚴重 可能是警察 想偉師滅跡 所以才藍在警署埋伏 甚至藍 找個罪去告他 現在很簡單 你是不是也能告到蒙面法 是不是也要他先坐一年 要基本消費 明天 6號 未到 5號 再禮拜日 有些人說 不要去港島 經歷過11日之後 進化了 不要再去港島 我也贊成 除非你住港島 你住在銅鑼灣 過得大 北角 那些 天后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你其實可以走港島 反而不要過九龍 總之不要過海 自己本區 距離一兩個站 那些位置 去遊行集會 就可以了 因為實在 太多次 糟糕了 你想想 那個時候 我去港島 連續兩天都糟糕了 一次 腰斬 腰斬集會 他一次 游行中間 就走不到去灣仔 已經知道什麼了 知道是 真的不要走 港島 不適宜 其他人進去 所以現在連登 自我調節 叫人 不要再去港島 九龍 自己家附近 玩算了 有些政府高層 內部人士 線紋 他說 這個緊急法 最主要是想 取消 區選 因為區選 他知道實輸 那就是 取消區議會 其實都幾昂貴 這是兩人都 他取消區議會 第一 因為那個 其實區議會 基本上是 建制派 玩了 就算你 現在是泛民 還有一些空降的 素人 有機會贏了 但是變相你那幫建制派的那幫人又沒事了 是吧 只是兩人都 不過我自己也沒什麼所謂 反正區議會 真的廢 真的沒什麼用 例如 今次反送中 出來的區議會的議員 出來幫市民的區議會議員 都是十個數得了 不是多 也有些區議員出來的 但是不是多 所以看到他們的 能力 或者他們的 立場 都不是站在香港人那邊 在網上 流傳了一條影片 很有趣 有些人 讀了一個標題 他說 阿寶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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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駕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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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開到西灣可警署 都蠻厲害的 滑說 這個示威者 他自己看的一個網上的 自己找的說明書 駕駛了這輛車 就去抗爭了 有片看 看看 很有趣 真的要動的 真的 不知道 會不會用那個 駕駛 但是他真的動動的 那輛車 網民就比喻他是阿寶 一坐上去就懂得開 高達的故事就是 駕駛員 第一次駕駛高達 就駕駛得很厲害 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比喻為 這個示威者就像阿寶 也挺有趣 所以你會看到 示威者的創意是無限的 還有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是的 這個陣形 我都見過很多次 就是用竹棒去攔住路 這個路座就真的厲害了 他就有時間搞的 他就有時間拆的 起碼拆他一個小時 慢慢剪 慢慢剪那些 這樣的帶 起碼他也行不到的 這些都是比較有創意的路座 真的比較有創意的路座 不排除 弄這個路座的人 就是踏彭師傅 你看踏彭師傅 踏彭師傅 這麼整齊 挺厲害的 現在這個臨時政府宣言 網上也叫大家 嘗試煲帶 這件事 一旦如果大眾 和國際認可 就真的正式獨立 雖然 即使我影報 看完這個政府宣言之後 臨時政府宣言之後 覺得不錯 但是不知道怎麼實行 如果多些人認同的話 其實可以想一下 如何組織 那就直接 廢除了 林鄭月娥 兼且可以救 救到所有 被捕的人士 這部棋是很聰明的 直接跳過中央 無視這個林鄭月娥 反正林鄭月娥 坦白說 大家閉上眼都知道 她捉什麼棋 她五大訴求 是不會再答應的 這是肯定的 而且還會加惡法 是不是 弄一條惡法出來 讓你 去爭取 取消這條惡法 讓市民忘記了 五大訴求 使用這些戰招 有些人 申請禁制令 禁制蒙面法 那個法官 不批禁制令 他就說 法官說不相信 這個蒙面法 過了會加劇 示威者的反應 他覺得這個蒙面法 對降溫是有用的 你今天看看 18區 連政府 他自己都害怕 晨早叫大家 放工 放學 你就知道 他根本就知道 這是一個升溫的行為 根本就不是降溫的行為 連他們都知道 他只不過 在一個記者會 說謊 他說 我想你們 止暴制亂 end violence 其實 只不過是 upgrade violence 就不是end violence 是把那個 升級 根本浪費 這個法官也是紅官 不用說了 都是建制派的官員 那些法官 所以現在 法院 開始有些人覺得 法院信不信一個呢 要不需要 做點事呢 因為法院 是最安全的地方 現在連登有千多個like 是吧 是不是 就是說 這個 都覺得 那個 那個法官判得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你看回現在連登的狀況 就不是那麼建議搞這個法院的 暫時來說 就是留這個法院 反而是 始終他拿著一大堆 那些 義士 示威者 有很多都是提了堂未審的 如果的確 如果你搞這個法院 有機會全部都暴動罪 五年、十年、七年 可能法官本身 他都告你不進了 或者 宣佈無罪釋放 你搞一搞他 然後生氣了 還死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集體智慧 你想不到而已 這個集體智慧幫你想 他們會自己投票 給like 給dislike 去決定 這個十四歲 很小 左腳態隊 中了槍 少年 屯門醫院 接受手術 情況嚴重 所以就有一大堆 捕捉職 蹲在屯門醫院 一出來就抓狗人 那些警察 又告狗人 然後就是 別人進入院的時候 還要提堂 就是這樣 另外 今天 也有一個 很低能的事情 警察就開始搞學校 搞學生 知道是那些十四十五歲的那些 出來 上了那些中學 上了一間名校 還要是聖約室書院 滑雪 學生就在街上 派傳單 警員就來了 又守身 警員就說 我看到他們 隨街派東西 還戴著口罩 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覺得有可疑 鑑於發生過這麼多次暴動 所以截查搜查 還有 不可以亂在街上派東西 這樣 又是莫須有 人家派東西關你糟糕的事 通街都在派傳單 你又不租 很奇怪嗎 神經病 派紙有什麼問題 幸好 這個校長 所以不是每個校長都是 這個校長 是南舊酒的那些學生 就是這樣的 這個校長叫做 情景 波 情景波 救走那些學生 所以你看到 有些學校的校長是 扑街 叫警察 拘捕 有些校長 會救自己的學生 你可以看到一間學校的質素 從他的校長得知 這間就是名校 半島 港島半山 很簡單 另外 這個施永青 有人問一下 他又是一些 垃圾的 KOL 他本身也是老闆 有人問他 怎麼看這件事 他就說 悲劇 遲早會發生 樓市將會 無一含免 我不覺得施永青有說過話 鬼不認知是悲劇來的嗎 開始傷 開始有人傷 有人死 有人入了新屋 鬼不認知嗎 問你有沒有一些建設性的想法 這個施永青 當然本身他這傢伙都是奶共的 又知吾爾對 又是 等於沒有說 然後就說樓市會跌 跌你老母嗎 第一 我有圖有真相 我偶爾也要下樓看看樓價 根本沒有跌過 站硬還要升樓了 撲你臭街 樓市會跌 這個施永青 是經常放樓料的 這條仆街 樣子又是 四萬港口 笑著口說悲劇 這麼想撲街的心想 所以這些就是上了岸的老屁股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反了這些老屁股 他應該是中原地產的老闆 做開經紀 做一些炒樓的生意 所以基本上 年輕人 那麼慘 他也有份造成 他肯定有份炒高樓價 這個就是岑奧輝 要求暫緩蒙面法申考 高等法院 宣佈 這個緊急法是比較大一點的 不能暫緩 遇上 定立的蒙面法 基本上很簡單 緊急法是凌駕於 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還要暫緩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用 緊急法就是最大的 其中一個 就是 一個惡法來的 基本上 你想想 想想100年前 用過一次 6、7 暴動的時候 應該是6、7暴動的時候用過一次 幾十年來都沒有用過 就拿出來用 另外 有上水港鐵職員 港鐵職員 又是 港鐵職員 我不清楚整件事 但影片看到 真的有港鐵職員 打示威者 還拖 有私聊 我自己這樣看 港鐵職員是黃還是藍 兩邊都有 我挺肯定 如果 如果那些人 真是這麼黃 深黃 就不會有831事件 831事件 港鐵也有份包 給那些 仆街警察 我不相信 沒有一個港鐵職員 是看到這件事 他們知情不報 其實 某程度 港鐵職員 那些職員 其實要自己想想 你在那裡沉默 不出聲 又不爆料 那也是一個死罪 優品360 被人滑到花了 很多店鋪都爛了 優品 我那邊 記一下 就是元氣 還有一間 我忘記了什麼 小月天的東西 途經 我那時候 就看到他 被人在裝修 裝修 裝修得很漂亮 然後有個和理非 就說 不要弄別人的店鋪 然後 旁邊那個 剛好是 就是深黃 他說 弄得不好嗎 這些是混蛋 這些是 乃貢的 這些商鋪 我自己本人立場 就覺得 那些店鋪 其實要裝修 你不裝修一下 他們會很囂張 很囂張 然後他們賺到錢 就會請黑社會 去搞學生 就是這樣 你起碼要給他教訓 知道 你 要是中立 就不要搞事 又不會像那個五熟清 說一些黑話 或者好像那些福建幫 搞搞鎮 你做花生友 你就做花生友 不要那麼多話說 所以你看回 譚仔三哥的做法 是相當聰明的 立即道歉 說會檢討 這些不是聰明的做法 不是的話 下次到三哥要裝修 整間店鋪要裝修過 中銀 那些都被人打爛了 中國移動 中銀那些 一直都是 幫那些 幫大陸佬洗黑錢 這個一直都是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所以你看到 現在示威者的創意 越來越強 他們想到很多方法 去搞這場運動 已經開始想到 不一定只是搞政總 立法會 其實現在 很多東西 在身邊的 一些象徵物 已經在了 例如中銀 吉野家 休品森 三木齡 這些都是一個象徵物 象徵 這些就是乃貢的糟糕 要告訴別人 乃貢是要有後果的 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很多網友都收到那兩條影片 那兩條影片 即是元朗 兩次被火魔法 打中 我這個就不播了 那些示威者 今天都很特別的 12點前 各自都翻櫃 其實 在12點附近 很多 很多地方的 示威已經完了 現在最新情況 就清晰了 應該都沒什麼 很多東西 所以都很有默契 基本上 那些人都很有默契 即是 懂得怎樣 叫做 流力 因為 要打幾天的 大哥 你不是打一天半天 不要每次都當作 endgame 要打好像 長線發展的 你每天都打一下 然後留一下力 就是這樣 如果你入夜的話 有機會就是那群狗會出來 很奇怪的 我去到8點的時候 都看到那群狗 是縮了進去 去到10點 它才正式出來 讓你們 被你們倒露 被你們發洩 然後才施施然出來 然後射一下催淚彈 橡膠子彈 當然有人傷 九龍塘 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 沒頭沒尾 但的確 拍到 有一輛擋鐵 過熱 自己燃燃了 可以看一下 整輛車燃燃了 整輛車 不知道什麼事 不知道是不是顯靈事件 有些人說 中共其實是有內憂外患的 北京圈內人士就說 中共就差不了多久 不過這些文章 是大紀元流出來的 大紀元經常都說 枝爆枝爆 我又覺得這樣說 距離枝爆 還要走很遠的路 有排的 沒那麼快的 但是你看看香港 現在搞成這樣 你看到這場革命 一定在搞的 而對手就是北京 現在基本上是北京對香港 就是看看你贏還是我輸 究竟是香港贏還是北京贏 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的 情形 香港 當然是一個彈丸之地 沒有那麼的能力 但是香港 懂得喊救命 令到國際關注 連美國都開始留意 所以這件事反而是令到香港有打 另外還有連登 長期 今天 都斷斷一下 有些人就盛傳說會禁網 我相信 是流料來的 但是現在他瘋起來 真的是感急法 什麼都可以做的 有些人說 現在 例如蒙面法 叫大家 不要害怕 霸氣一點點 喜歡戴就戴 不需要找藉口 不用說病 又說什麼宗教 喜歡戴就戴 因為本身戴口罩是你自己的自由 就不需要找什麼藉口 你找藉口的話 基本上都是在他的框架 思維去想 現在政府就是想給你框架 就告訴你你是under我的 要是病 要是宗教 要是工作才會戴這個口罩 有些人就說 我三天都不是 我喜歡 行不行 現在就相當 搞笑 政府立了這樣的法 有無聊 有無用 實行死 起上來有難 難道警察 看到那個人蒙面 又拉勾他 然後罰他坐牢 有一年 這樣 現在上連登 都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DDOS 會不會有判斷 影響到他 另外 有些人 分析了一件事 烏克蘭 為什麼會贏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一禁即反 絕不妥協 最重要是 人是會反抗 不要說 懶懶的 行 拖就拖 有事就立刻做 就要立刻反 你過了黃金時間 變相 不是那麼有利 所以 今天 都算是 一禁即反 不斷 人們都出來了 還未禁之前 未出蒙面法之前 人們都開始上街 今早早已經開始了 中環境 有一大堆事情發生 路左右 所以 今天 都算是 你見到 人們的戰意 香港人的鬥志 仍然很強 都沒怕過 那種感覺 現在你看回了 反而 那個休班警 被人拿火魔法 扔 反而可能這條片 流了出去之後 那些警察反而害怕 原來 真是 會被人這樣打發 燒發 這些片 就阻礙到警察 讓警察不要那麼突出 這個蒙面法 亦都上了國際的新聞 成為了焦點 因為 現在很多人 都當香港 這個 遊行示威 這個 反政府的 一個革命 好像一套劇 每天都追漢 九龍堂 今天九龍堂 都有人倒露 都很早 4點多的時候 都開始有人倒露 然後就很快 連登 立即組織 所以如果你說大台 我覺得連登 有點像大台 你說大台 大約沒有領袖 純粹 人們是看 like和dislike 行事 例如這個post 就有1000多個like 就說8點鐘 去一個 各區的地方 集合 這些人不就照樣去 包括我在內 就去黃大仙的廣場 看看 真的有事發生 人們佔領農場道 就是這樣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你說大台 我相信就是連登 連登也很難找到 究竟是誰 他叫人出街 沒有犯法 誰知道之後的行為 變成倒露 沒有人知道 現在很快 連登立即制定了 這個戰術 就是 平日8點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1點 下午1點 大家自己出街 自己省水 去附近的那些 商場做運動 即是看到很快 立即 看到這個post 那些人立即跟著去 其實人數不多 只需要 每區1000人左右 已經很大壇 很大件事 農場 其實是1000人左右 只需要 三四百 其實也是 1000人是多給他 但已經製造了一件事 令到這些警察 很麻煩 很早 你看到 巴士司機 已經 嘩 不知是否專門 打橫擺開兩格 連周潤發 今天 穿著黑衣 黑褲 被人拍到 戴著口罩 被人叫做蒙面 這張 不知是否 明早 港鐵傳線 應該會停 我不知道是否假新聞 還是 不知他早上的意思是甚麼 去到幾點 不知明早有沒有地鐵搭 但他這個撩新聞 寫沒有 我就不肯定 但以香港和關星 沒有地鐵都照上班 就是這樣 最後這個 之前的 可以看看 就是 警員 很奇怪 他拿著槍指著自己的同事 同事就生氣 叫他指去另一邊 其實這個 鏡頭想說甚麼呢 就是說其實他的警員 其實 對於槍械 未必說真的好認識 然後又上陣 怎麼會在這裏 指自己有 是不是 這樣 未睡醒的狀態 所以你說 警隊會不會往後會出事呢 或者很多失誤呢 這個肯定是會有的 就是這樣 看到很多這些 這些 好啦 今天的新聞就先講到這裏 看看明天 即是今早 即是今早 即是 等下 之後有甚麼新發展 現在 那些劇情 中共的劇本 去得很快 好像每天都有事發生 他每天都要砌劇本出來 然後我們香港人 要每天都要解讀他的劇本 然後研究一下走勢 好啦 說到這裏 多謝偷聽